当你给某人打电话时 你的语音会被手机转换为电子信号 通过无线电波传输到最近的手机信号塔 呼叫到达另一个人的电话之前 他需要通过蜂窝塔网络 其他数据如照片和视频的传输也是一样的道理 无线通信通过是频频复传播 5G将使用新的更高的无线电频率 因为他们不那么混乱 并且他们携带信息的速度更快 5G的另一个变化是运营商将能够将物理网络切片 为多个虚拟网络 他们将能够根据其使用方式提供正确的网络片段 从而更好地管理其网络 5G最初使用的是超高频频谱 它具有更短的射程但更高的容量 可以为在线访问提供大量的管道 但考虑到距离和干扰问题 运营商开始探索低频频谱 这是目前使用的类型 以帮助5G穿越更远的距离 以及通过墙 闭合其他障碍物 在接收端 你需要一部支持5G功能的手机 才能连接到5G 因为它需要一组 尚未提供的特定天线 什么是毫米波 这会是5G实现高速传输的关键所在吗 答案是肯定的 毫米波 是指波长在1-10毫米的电磁波 其频率大约在30级赫兹 至300级赫兹之间 它位于微波与远红外波相交叠的波长范围 因而兼具两种波谱的特点 理论上讲 毫米波是光波向低频的发展 与微波向高频的延伸 从通信原理来看 无线通信最大信号带宽 约在载波频率的5%左右 也就是说 载波频率越高 即可实现的信号带宽也就越大 在毫米波频段中 28级赫兹与60级赫兹 是最有望应用在5G通信的两个频段 其中28级赫兹的可用频谱带宽 可达1级赫兹 60级赫兹每个信道的可用信号带宽 则可达2级赫兹 所有蜂窝网络都使用无线电 波来通过空中传输数据 刀准网络使用较低频段 如700兆赫兹的频谱 通常 频段或频率越高 可以达到的速度越高 然而 更高频率会导致更大的范围 毫米波范围介于 24千赫兹和100千赫兹之间 然而它有着一些明显的限制 比如传播损耗太大 负带范围太小的 客服传播损耗 提高覆盖范围 就意味着大把的金钱投入 因此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 毫米波段属于非常不实用 不经济的蛮荒之地 在材料方面 几乎没有电子元件或设备 能够发送或者接收毫米波 生产能工作于 毫米波平段的 亚微米尺寸的集成电路元件 也一直是很大的挑战 然而 随着移动通信的飞速发展 30级赫兹之内的频率资源 几乎被用完了 各国政府和国际标准化组织 已经把所有的好频率都分配完毕 但还是存在频率短缺和频率冲突 自己蜂窝系统的发展 以及即将到来5G 都依赖于合适的频率分配 问题是在现有范围内 几乎没剩下什么频率了 因此 在移动通信领域 毫米波就向每周新大陆 给移动用户和移动运营商 提供了全新的 无穷无尽的频率资源 需求为创新注入了巨大的动力 近年来 生产出价廉物美的毫米波平段 集成电路元件的技术难题 迅速被攻克 通过使用SageGauss Inc.GAN等新材料 和新的生产工艺 工作于毫米波段的芯片上 已经集成了小至几十 甚至几纳米的晶体管 大大降低了成本 由于3GPP决定5GN 而继续使用OFDN技术 因此在其他方面5G 并没有颠覆性的技术革新 毫米波就成了5G技术上 最大的新意 而5G其他新技术的引入 比如Messive Memo 新的Nomology 此在波间隔等 LDPC slash Tolarma等等 都与毫米波密切相关 都是为了让OFDN技术 能更好的扩展到毫米波段 因此5G也可以被称为 扩展到毫米波的增强型4G 或者扩展到毫米波的增强型LTE 毫米波段的开发利用 为5G应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无线的想象 都与毫米波段的增强型L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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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米波段的增强型LTE 然是因为